例如起源打鸭子模式为什么热度这么低呢 这期视频简单为大家盘定一下 首先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模式只能使用单发狙 有些老弟他是不喜欢打狙的 所以玩这模式拿到单发狙非常痛苦 第二点游戏里是存在一种强鸭头的机制 当对手把这只鸭子打成弹曲 我们可以趁虚而入 正是因为这个机制有些老弟可能玻璃心 经常被抢人头可能就非常生气 于是就直接不玩这模式了 再一个就是前期的优势可以积累到最后 前期打非常多鸭子我们枪线比较好 这样对手可能就直接退油了 第三点无限子弹这个道具是有一个非常大的bug 就是使用之后你打出一发并不会拉栓 没有这拉栓动作 有时候你按开火箭子弹就是打不出去 因为他还是实际在拉栓 但你没有看到拉栓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bug建议修复 第四点打牙子过程中获得道具充满随机性 有些道具是没用的 就比如说刚刚的无限子弹还有飞行元素 最后一个就是力定罚战 这个道具可能会让人心态爆炸 无子一攒了三个力定罚战 会控制对手15秒钟 对面这个妹子本来可能会有翻盘的机会 但是由于这个道具 那他这一局再也不可能翻盘了 甚至连动一下都不可能 以上的看法也仅仅代表自己一个人的观点 那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把赶紧订点 咱们下期再见